在节目开始前 请到我们的Coffee 加入我们的会员 我们的事工需要你的帮忙 加入会员之后 就可以到我们会员专属的群組里面 现在就是我们建立社群的时候 现在就是我们必须找到 可以彼此信任的人的时候 现在就是找到 共同价值观的人跟家庭的时候 里面只有支持AI News的人 也就是说 他们全部都是支持我们价值观的盟友 不管你在乎的是家庭教育 后院农夫 还是你只想要在你的社区里面 找到可以信任的人 在混乱的时代里面 增加你跟你家庭的生存几率 都请你加入 好的 现在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节目 我们都还记得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 Joe Biden站在血红色的白宫前面 左右边站着两个海军陆战队的军人 看起来就好像德国纳粹的时候拍的照片一样 他在上面讲的内容是 川普支持者 是暴力分子 是威胁美国人的主要力量 所以他要铲除川普的支持者 铲除保守派 可以留着共和党 共和党还是朋友 但是只能留下那些 You know 跟民主党一样的共和党人 Mid Romney Nicky Haley Chris Christie Mitch McConnell Lindsey Graham 那个样子的共和党人 当然反应很差 我们之前也报过了 大家都觉得他神经病 川普支持率就开始暴涨 也就是说当时他的策略没有用 我们都知道策略如果失败的话 我们应该要怎么做 对不对 没有错 就是失败为成功之母 一次再试事不成 再试一下 对不对 这个是纽约邮报的头版 OK 拜登再报 我跟你讲过吗 川普很坏 上面也有写 拜登经济彻底失败了 他的支持率掉到了39%以下 所以拜登以他的最新的竞选策略 重新开始 2024的选战 一开始先大猴 然后再轻声细语的跟你说 同一次他的选举策略 你不可以投票给川普 我们来看一下 他在宾州 OK Valley Forge发表的演讲 Echoing the same exact language Use the Nazi Germany You proudly post on social media You the words that best describe his 2024 campaign Quote revenge Quote power Quote dictatorship There's no confusion about who Trump is What he intends to do If you see politics Is an all-out war instead of a peaceful way to resolve our differences All-out war is what Trump wants That's why he doesn't understand the most fundamental truth about this country Created in a way that we viewed everybody as equal and should be treated equal throughout their lives We've never fully lived up to that We have a long way to go But we've never walked away from the idea We've never walked away from it And I promise you I will not let Donald Trump and the maggot Republicans force us to walk the wrong way Trump began his 2024 campaign by glorifying the failed violent insurrectionist insurrection at our on our capital The guy who claims law and order sows lawlessness and disorder Trump's not concerned about your future I promise you Trump is now promising a full-scale campaign of revenge and retribution his words For some years to come They were his words not mine 我真的不知道他接下來的選戰要怎麼打 OK 這才剛開始而已 1月而已 他就已經把川普說成是納粹說成是希特勒了 OK Where do you go from that? OK 還有什麼比納粹跟希特勒更糟糕的 他要這樣子持續的講一整年嗎? 說真的他這樣子只會把納粹跟希特勒這個嚴重性淡化而已 只會讓希特勒跟納粹這兩個詞 從此以後被沖水灌水而已 川普是希特勒 這個我們已經聽過了已經快要10年了 OK 好可怕喔 突然全美國的人這一次聽了之後 煥然一新發現了真正敵人是誰了 凝聚起來一起反納粹OK 這個聽起來很可笑 但是是美國人應該有的反應喔 根據CNN 這可能是一個訊息 那你最討厭的選擇 那些選擇在村子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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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選擇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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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選擇選擇選擇 對 OK Valley Forge 是美國獨立戰爭的時候 非常困難的一個戰場 華盛頓在那個地方帶領著革命軍 熬過了寒冬 OK 熬下來了之後 然後保存的實力 繼續可以打仗 最終打贏了美國獨立戰爭 這可能就是為什麼 Joe Biden會選在Valley Forge 開打他選舉的第一戰 但是問題就是喔 OK 他已經執政三年了 全美國處於Valley Forge的處境 並不是因為川普 而是因為他 是他用了郵寄選票 摧毀了美國的民主 他要提倡非法移民可以投票 摧毀民主 他跟他的黨想要試圖把候選人 從選票上面移除 他把川普的名字弄掉 是他想要阻止美國人 依照自己的意願去投票的 他在這邊說他要拯救民主 全世界都在看這個人在台上搞笑 那這個是這個 川普是希特勒 川普在摧毀民主 川普叛國 這樣子放羊的孩子 只可以騙我們幾次 之後還有兩個以上 腦細胞的人 就應該不會再相信了 另外一個就是 他在Valley Forge說的那個內容 只是他重複在2020年的時候 在這個血紅白宮前面說的東西而已 只是這一次他們放了一堆美國的國旗 就只是這樣子而已 兩個演講的內容基本上一模一樣 拜登現在就是一個要促成合一 促成和平的總統嗎 他上面講的非常清楚 他要做的事情就是逮捕政敌 把川普支持者抓起來 而且很驕傲的在那邊說 你看J6的這些人 我們就是把他們關的死死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政績 我的政績就是摧毀民主 就是在摧毀我的政敌 那在討論之前我想要先提醒一下各位 這位仁兄是說過 沒有人應該要因為非暴力的犯罪而進監獄的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回顧一下他說這句話 對大家都不應該進監獄 除了沒投票給我的人除外 是吧 除了川普的支持者以外 對不對 全世界每一個人都看得出來 這個人是個玩笑 沒有人真的在乎這個 失智的希特勒在講什麼東西 特別是川普本人 以下是川普回應 失智希特勒的回應 你知不知道這人在說 我會嚇壞到民主 沒有他會嚇壞 因為他會嚇壞 他會嚇壞 他會嚇壞 你知不知道 你可以嚇壞 嚇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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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會嚇壞 我們現在 我們在戰爭 你看來中央 中央 看來什麼在乎 那麽不會有事 這些事不會有事 含暴力 會不會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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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把香港的攻擊 在本身上 那些事物 還會不會有事 會不會有事 在現在 millions人 的城市 不會有射壞 你嚇壞 你看到 香港的巨峰 都是華盡 都遮壞 都被毀 都被人毀 真的被毀 人 我相信 他們被捕捉 這房子 是巨大的建築 他們說 二人有傷害 沒有 人有傷害 很多人被殺了 數字比你聽到更大 這應該不會有事 最多的事 我沒想到會有事 我們會停止了 我們也有了 我們沒有負責 現在你會負責責責責 最糟糕的事 拜登用這個爛招 上一次選舉他已經用過了 他的言論不是事實 美國人已經被他騙過了 他說出來東西很噁心 而且很沒有意義 我比較擔心的是 還是有人會上當 還是真的有無腦的人 我在這邊說 如果一個人有兩個以上的腦細胞的話 就不會再選拜登 但是在加州很多的人 就只有一個腦細胞 或者沒有腦細胞 他就是水母在那個地方 會有人真的再被騙一次 我們加州 我希望大家真的可以醒了 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子攻擊川普 因為川普是真的民意 川普是真正代表選民的一個選項 他真的是美國現在需要的 而且想要的領導人 這張圖是拜登的民調支持率 這是一個無限下降的一個黑洞 他的策略竟然跟2020年一模一樣 就是說美國人你沒有其他的選擇 只有我 OK Joe Biden可以拯救美國 反對我就是反對民主 反對我就是支持納粹 誰要是反對我 誰就是我們的敵人 這個是他們唯一的政策 沒有任何腦子的 就是逼說你一定要選擇他們 不然你就是敵人 Joe Biden對於美國人來說 沒有任何的吸引力 舞台魅力沒有 感染力沒有 存在感沒有 他連說話的能力都沒有 但是我們卻要裝著 好像這一切是計畫好的一樣 跟CNN的來賓說的一樣 OK 這全部都是民主黨 處心機率的策劃出來的戰術 這次的選舉 全世界的人都看得出來 應該要選誰 如果看不出來的話 至少應該看得出來 不應該選誰 但是其實這次美國的選舉 在我們每個人的生命當中 都在發生 魔鬼的選擇 其實是非常明顯 非常突兀的 每一個人都知道 哪些事情該做 哪些事情不該做 從小事到大事都這個樣子 例如說 應不應該吸毒 應不應該墮胎 應不應該飯兼營 應不應該偷渡 OK 我們應該要吃得很健康 還是天天吃垃圾食物 我們應該要站起來運動 還是坐在沙發上面看電視 我們應該要讀聖經 還是只要當一個 星期天的基督徒就好 人生當中 所有的選擇 其實都是非常明顯的 非常簡單易懂的 律法一直都寫在我們的心中 但是就跟我們的加州的民主黨一樣 OK 軟弱的我們 就是會去選擇魔鬼給的選項 當耶穌跟巴拉巴 站在那個地方的時候 就算我們是很有學問的 我們是大學學士 宗教領袖 我們都會對著我們的政府大喊 給我們巴拉巴 當別人問我們 是否害怕受審判的時候 我們心中的無神論者的心態 儘管是我們是基督徒 儘管是我們是宗教領袖了 我們都會無恥的大聲的說 沒關係 他的血歸到我們 和我們的子孫身上 敵人非常的醜陋 醜陋的很明顯 全世界每一個人都看得出來 只是我們有沒有能力 有勇氣去做正確的事情而已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ato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 Eaton